这个网民听出西方传教士翻译诗书的这个历程 这个西方传教士翻译诗书呢 是中外文化交流史上的一件比较重要的事情 但是起初无论中方或者西方都不会注意到 这样一件事情其实是一种文化交流的事 那么在讲这个题目以前呢 要先介绍一下诗书了 我们老是讲诗书五经诗书五经 很多同学就以为诗书是在五经前面 其实倒过来是五经在诗书前面 五经是老早就有的概念了 五经老早就有的概念 到汉代呢就已经建有五经博士 那时候的博士呢 地位还比较高跟现在差不多吧 不是像宋朝一样的博士的地位就低 变成茶博士 酒博士了 那地位就低了 那么五经呢 大家知道是诗经 书经 义经 礼记 春秋 春五经 原来是六经 还有一个是月经 月经 就音乐的月 月经 六经呢 因为大家知道秦始皇是有过一个大事情的 就是烧书 那么烧了以后呢 大家这月经就找不到了 找不到了 就以后就到汉代就剩下五经 这五经传下来还很有意思 就是有古文的 有军文的 有古文的 有军文的 就有两种不同 这是比较复杂的诗 比较复杂的诗 我们不去说它 那么诗书呢 现在是中国的基本经典 但是诗书这个概念很晚很晚才有 那么一直到南宋的时候 这个纯西年间才有 也就是公元这个十二世纪的时候才有 公元十二世纪 离现在已经比较近了 那么这个是主要是诗习的功劳 那么大家知道在中国的儒学发展史上面有两根很重要 一个就是汉代的董仲书 一个就是南宋的诗习 那么这个诗习啊 就是所谓后来叫做新儒家的 现在我们在叫新儒家 新儒家 现在也有很多新儒家 这个其实是现代新儒家 现代新儒家 新儒家的概念呢 是南宋的时候 诗习这些人 包括如果把他的先贤算起来 从北宋以来 二成 周敦仪这样一些人 算起来 就是新儒家 那么周敦呢 就是 这个 把轮语 孟子 轮语大家知道是孔老夫子这个的话 他的地址记下来 叫轮语 还有孟子是孟子的这个学说记下来 把轮语跟孟子这样两篇大家都知道的 那么加上这个 礼记里头的两篇 大学和中庸 这两篇合在一起 就变成四书 变成四书 那么这个四书大家这样一听就知道 跟五经有重叠的地方了 因为礼记本来就是五经当中的一经 那么它里头的两篇拿出来 再跟轮语孟子和在一起 就叫做四书 那么大家知道 像轮语跟孟子 原来这应该不是经书的 是指书 所谓指书呢 就是有一些先秦的诸子 就是这些大家的著作 这些就叫指书 所以过去人叫孔子 叫孟子 叫荀子 叫老子 所以这个就叫指书 叫指书 他们做的作品叫指书 那么这个呢 大概是一批人的这种想法 主席呢就特别的这个在里头起来 很重要的作用 他呢把大学呢分为经传 这过去从来没有人这样分过的 这个大家知道 这个我以前已经说过了 像五经 这就是经 大家读这个经就觉得比较困难 就有一些聪明的人把它解释一通 这就叫传 这就叫传 比如说春秋我说过来是五经之一 他有左四传 有公羊传 有古梁传 这叫做有名的春秋山传 这个传呢 就是解释经的 解释经的 那么从来没有人认为这个大学里头 那么短的一篇文章里头 也有经跟传的分别 朱喜把它分出来了 认为前面有一段 画206个字 是孔子讲的话 这就是经 但是呢 不是由孔子来细数的 是由曾子来细数的 就是也是儒家的 后面的一个一个曾子 那么传呢 是什么呢 是曾子的意思了 就曾子来解释 孔子的这段话 然后呢 曾子的门人把它记下来 门人把它记下来 叫做大学 这就是朱喜的发明 说大学里头有经的部分 有传的部分 中庸呢 这个是比较难读的一篇 比较难读的一篇 中庸呢 就是这个孔门传授心法 就是儒家的精华 在这个中庸里头 这个孔门呢 在这边传授 那么有子狮子 子狮子 也就是孔子 这个呢 把它写下来 然后授给孟子 授给孟子 那么大家知道 朱喜很有名的 有四书张记 有四书集注 那么就是讲 把南宋的理学家 对于卢学的理解 加到这个四书里头去 而且还很有意思 朱子还杜传了一篇 认为格乌传 在大学里头是丢掉的 把这个里头加进去 加进去 那么到了元代 引用连接夫科技 蒙古人来 一开始是不晓得科技的 那蒙古人是 马上征服天下的 只晓得放牧牛羊的 但是一到了中原来以后呢 就被同化了 就被同化了 知道这个儒学很重要 知道儒学很重要 所以复了科技 采用了科技制度 那么就重视四书这个了 重视四书了 那么把这个四书啊 称作是第六经了 因为六经已经丢掉一经 变成五经了 他这个就是圣朝以六经启示 这个六经的就是五经以后 加上一个四书了 所以四书作为一经 那么到明史的异文字 我已经说过了 这个我们二十四书里头 有很多历史断代史 是有经济制 有异文字的 这异文字 经济制就是 把过去的存在的书 都编在那里头 所以呢 到明史的异文字呢 就有四书这一门 过去没有四书这一门 那么为什么这个西方传教士 来到中国要翻译四书 要翻译四书 这是有原因的 那么一个很主要原因呢 就是四书呢 是哪来作为学习中国语言的教材 就哪四书来学习中国语言 那么这跟他们传教方针有关系 那我们慢慢讲 我们先讲这个传教士 怎么来中国的 稍微讲一下 那个大家知道1498年 这个葡萄牙的这个达干嘛船队 就绕过浩旺角到了印度了 这个打开了西方到这个东方 走印度洋的这条路线 走印度洋的这条路线 这个呢就打破了阿拉伯世界 或者说伊斯兰世界 对东西方之间联系的垄断 阿拉伯世界呢 是对东西方世界的联系 起了很大的作用 但是他们也不大愿意 东西方直接接触 不愿意东西方接触 因为他们做中间的商人 可以赚取很大的利润 那么葡萄牙人 就是要破掉这个垄断 所以呢这个成功了 到1498年就绕过 这个浩旺角到印度成功了 那么从16世纪开始 葡萄牙人就不断的往前走 从印度一直往东走 到1511年的时候就到了马拉嘎 马拉嘎大家都很熟的 现在在马来西亚 过去是一个王国 是一个明朝的 向明朝进贡的一个凡国 写出来呢是叫 现在写是这样写的 过去写呢是这样写的 他们从1511年到 接触到马拉嘎的时候呢 就知道中国人经常到那边去贸易 就要了解这个中国人到底什么情况 到了1517年 他们就直接跑到中国来要求贸易 那么中国人呢 素来是天朝大国 本来无所不有 就不需要跟外国人贸易的 尽量不跟外国人贸易 当然其实也是有一些贸易的 一些唐朝以来一直有些贸易 但是葡萄牙人的要求 直接跟中国通商呢 就没有成功 因为葡萄牙人中国还不大了解 这个书上没有 中国的那些朝贡的 跟中国贸易的这些书上都有 像马拉嘎这样的国家都记得有 那欢迎这个书没有葡萄牙 没有葡萄牙 就不知道葡萄牙在哪里 就不敢贸来的跟他贸易 所以长期以来把葡萄牙叫做大西洋国 什么意思呢 就根本起初不叫做葡萄牙 一直到后来很长时间叫大西洋国 而且葡萄牙这个名字也奇怪 葡萄怎么会有牙呢 对吧 到了李鸿章那时候 要派一个使节去做葡萄牙大使的公使的时候 就很奇怪 那个那些大官就会说 到哪一国家去 人家说到葡萄牙去 他说葡萄怎么会有牙呢 就问这个很奇怪的问题 其实这是一个闽南话的词 是叫葡萄牙 葡萄牙呢 用闽南话写出来 我们闽南话葡萄就叫葡萄 葡萄 葡萄牙就是变成葡萄牙 那样子 所以用普通话来念 是念不对头的 那么葡萄牙呢 因为是在大西洋 所以很长时间以来叫它大西洋国 叫它大西洋国 那么几十年下来 一直要跟中国通商 花了很多劲 一直没有成功 但是慢慢他们也找了一个据点 就是澳门 到155千年就站住脚 那么这个对天主教传教师 来中国传教师非常有利的 有个立足地 就进入不了中国了 还可以在那个地方稍微停一停 停一停 那么当然在这当中 在努力进入中国的当中 他们也发现了日本 离中国比较远的地方 东北部也有个日本 那么在几十年当中 上百年当中 倭寇 葡萄牙的走势贸易 海盗 还有中国的自治海盗 就成为沿海的一些大患 所以明朝有一些战争 在海边的一些战争 一些战争很大 那么传教士呢 从16世纪开始 就知道这个中国跟外国 这个西方的情况不一样 就很想到中国来传教 把天主教 把基督教的这教育 带到中国来 那么这些人呢 就是从16世纪的后半期开始 想要来 那么大家知道 天主教呢 来他是 天主教 他是以修会的形式来的 因为天主教底下 有很多修会的 这个组织 那么来华呢 最主要呢 后来呢 是这么几个修会 就是方济国会 方济国会 像方济国会 在香港还有的 香港方济国会 大家可能注意一下 会知道 有多明我会 多明我会 有奥古斯丁会 还有耶稣会 其实这些会里头呢 前面三个会 叫做托波会 后面这耶稣会呢 是比较晚成立的 比较晚成立的 那么前几个新会呢 都是对中国呢 都是不得其末的路 有的少数来了 待了一段时间 就被赶走了 被赶走了 比如说 多明我会 一个葡萄牙人 就是 这叫克鲁兹的 加斯巴 克鲁兹的 1556年 到过广州的 到过广州 这个人原来 在柬埔寨传教 柬埔寨 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意思 没有什么成绩 他就跑到广州来了 想要传教 结果被赶走 他写一部中国字 这部中国字呢 可以说是 实际上是最早的 专门关于写 中国的一本书 西方人 如果不算 马克波罗那一部 马克波罗那一部 还是写东方的 不是专写中国的 但是主要是中国 这个专写中国 那么克鲁兹 这个中国字呢 这个 我们这里 这个成大 有这样一本书 叫做 《十六世纪中国南部行记》 里头有三个人的著作 里头有一部分 三分之一就是 中国字 大家可以看一看 是何高纪先生翻译的 当然他翻译的时候 有些地名不大 不大不大熟悉 所以翻译起来 现在看起来比较深 一个的菲律宾 有一个 苏物 西武 可能很多人都知道 有这样一个地方 小五 这个名字 他就一层舍布 很多人就不知道 在什么地方 其实这个地名 对东南沿海的人 很熟的 菲律宾一个岛 那么 将近二十年以后 又有两名 奥古斯丁会的 这个会士 到了福建 到了福建 其中有一个叫 拉达 那么 这两个人到福建 是什么呢 是因为 这个福建的 这些地方政府 想要西班牙人 来帮助 这个 打海 海盗 所以他们就到了福建 但到福建 要传教就不行了 后来又回去了 那么 这其实是两路人 一路是从葡萄牙 由西往东来的 那么西班牙人 是在菲律宾落脚 从菲律宾再来的 这是两路人 我上次说过了 这个西班牙人 跟福建 订了条约以后 这个西班牙人 就从墨西哥来 然后到菲律宾落脚 他们最先跟中国发生 文化交流 就在菲律宾发生的 要进入本土 很困难 那么 耶稣会是呢 是比较顺利来华的 后来并且站住脚 但是起初也是 费了很大的劲 比如这个 沙烏略 就是第一个 想要进入中国的 耶稣会士 但是始终没有进来 152年时代上川岛 就是广东省外的一个岛 叫上川岛 这个人后来被 这个罗马教廷封为圣人 他这个尸体呢 从上到来 又买了以后 后来又挖出来 就是送到国家去 再去买 那么最先要进入中国的呢 应该算 这个是1579年 罗明坚到了澳门 罗明坚到了澳门 这个大家知道的 就是利马斗 很有名的 利马斗很有名 到中国的耶稣会是传教师 但是他不是第一个 在他前面有一个师兄 是罗明坚 有个罗明坚 1579年 罗明坚就到了澳门 澳门学了汉语以后 1580年就到广州 到广州 因为这个人 他这个人 就是很愿意帮助商人 做翻译 他学了汉语 而且对官府的态度很好 所以隆喜他 在广州呢 也可以待一小段时间 但是不能常待 不能常待 到最后呢 得到官府的允许 他跟利马斗 才1583年到赵庆 才开始正式传教 这就是在鲜花市 我说过了 开始传教 那么耶稣会市 他有一个规定 就是说 你想要到什么地方传教 就要学习当地的语言 要学会当地的文字 然后你的传教才方便 那么沙悟六到了 中国进不了 他就到日本去 那么到日本去以后呢 就自己深切感受到 你如果要让当地人 去领留天主教 就一定要学好当地的语言 当地的语言 所以呢 就会用土著自己的俗语 去争取他们 因为天主教来的时候 你给我说一个 一个最高的神 那么当地人是不知道 这个东西是什么东西呢 你都必须付费到 当地的原来的神的名上面去 人家才能理解 所以沙悟列就把日本人信的太阳神 日本人叫 大日 大日本的日 叫 大日当成是跟基督教的最高神 一样的概念 一样的概念 那么他在日本的传道呢 没有取得很大成功 为什么日本人说 你到我们这里来传道 那么你这讲的这些道理 中国人知道不知道呢 他说我还没到中国 他说那你先到中国再来 我们这日本的所有的道理 都是从中国过来的 假如中国人都不晓得这些道理 你跟我们讲没有用 没有 所以沙悟列就心心念念 一直想要到这个中国来 后来他知道 因为日本所有的学说理论 全部是从中国过去的 对吧 那么 沙悟列死了以后 这个教会还一直想要派人进来 那么派人进来呢 就是要学会中国语言 学会中国语言呢 拿什么东西做教材呢 那么一开始 当然是拿食物做教材了 罗明坚说他学习这个 这个语言的第一个老师是画家 而不是语言教师 为什么他 比如说马 中国的马怎么讲 人家就画一头马给他看 这就是马 音就是马 写出来就是那样的写法 那么他就记住了 好 但是呢 传教是要抽象的东西的 要抽象的概念的 画不出来 写不出来怎么办呢 那么就要学习中国的经典 那么学习中国的经典呢 想要用中国的经典来介绍这个神学的概念 那用什么办法呢 知道有中国有经典里头有很重要的东西 世书 那为什么想到世书呢 因为什么呢 世书里头大学跟中庸篇幅比较小 虽然是文言 但是篇幅比较小 可以花里气去攻读 可以攻读 而且呢 大学里头的语言还很奇怪 他有连环式的回环式的说法 比较容易背 比较容易背 你看我们看这一段 古之义明明得以天下者 先至其国 先至其国 义至其国者先其其家 这是后面一句连到上面一句了 对吧 义其其家者先修其身 义修其身者先正其心 义正其心者先成其意 义成其意者先至其之 这一环套一环的念下去 这个大学啊 小孩子来背是最快的 我一个同事 他的小女孩只有四岁 背这个大学非常流利 为什么 他这个可以说是中国最早的拗口念 一句接一句的 连环式的念 而且呢 不但连环式的念 还有回环式的念 倒过来 倒过来念 上面不是 一成其意者先至其之 至之再格物 然后接下来呢 就倒过来念了 物格而后知智 看见吗 就倒过来念了 知智而后 一成 一成而后新政 新政而后 生修 生修而后 佳琪 佳琪而后 郭智 郭智而后 天下平 这个传教师看见老师 念给他们听 中国老师 念给他们听 估计是中国老师 就一句一句的连下去了 然后下一句又倒过来的 连下去了 就觉得这个呢 比较容易背诵 比较容易背诵 是口语题 因为论语是记孔子的话 孟子里头也记很多孟子 跟别人讲的话 是口语的 所以呢 就是也容易念 比如说 大家知道 一打开 论语第一句话 子悦 缺而实习之 不亦月辅 对吧 有朋自远方来 不亦得辅 人不自而不问 不亦君自辅 这就是论义的 投一计 对吧 这跟口语一样的 跟口语一样 那么孟子呢 一开头 是孟子 在梁慧王那一章 一开头就孟子 见梁慧王 王爷 守不原圈你而来 将有利 亦将有利 五国夫 那老先生不原圈你 来到我这里 是不是对我 我们的国家会有利啊 对吧 孟子就说 王何必原理 亦有人义而亦 就你何必说 有什么好处呢 就只要讲人义 就可以了 那么这个话呢 就跟口语一样 口语一样 这个尤其南方人 讲话很多 其实口语 就是跟文言一样的 我们向人讲 问人家吃了饭没有 吃了饭没有 好多字 用北方来讲 我们下 对 我们下 只要加倍 纤维 只要两个字就行了 只要两个字就行了 所以这就是口语 但是跟古代的文言很像 那么因为 伦领梦子 跟平常说话相继不远 所以作为新来的 传教士的语文教材 最好不过了 最好不过 所以呢 传教士呢 怎么学语言呢 一开始是请中国人教的 一开始请中国人教的 到后来呢 有时候也自己教自己 前面的人教后面的人 那拿什么做教材呢 就拿士书做教材 那么拿士书做教材呢 就要把士书翻译成什么呢 传教士是各个国家来的 有讲意大利语的 有讲葡萄牙语 有讲西班牙语的 那用什么翻译呢 用拉丁语翻译 用拉丁语翻译 用拉丁语翻译呢 利马逗呢 说了 他自己呢 曾经把士书呢 一层拉丁文 一层拉丁文 那么在翻译的时候 又加了很多注解 就是告诉大家 怎么理解 理解这个东西 那么 他教了一个 后面来的一个 传教士叫四方西 后来比利马都还早就死 就是用士书了 用士书了 他就写信给这个 耶稣会的会长讲 说我们今天都在研究中文 那么是我念给目前已经去世的四方西神父听 就是念士书 那么这个是中国的一本很好的伦理方面的教科书 那么观察员神父 这个人叫做范里安 其实亚洲 耶稣会在亚洲的一个巡视员 巡视员 他自己没来到 没来到中国 没有进入中国 一直没有机会进入中国 只到了澳门 没有进入内地 那么就是范里安呢 要他把士书一层拉丁文 还要编一个新的药理问答 大家知道什么药理问答 叫药理问答 就是基督教路会的时候 最基本的最浅的告诉你基督教的 要这个基本原理那个书 叫药理问答 一般都是采用问答方式 现在可能还有这种书 问答的方式 那么告诉你 比如三部一体是什么意思啊 这样的圣灵圣父圣子啊 这样告诉你最简单的一些基督教的原理的 后来他写成了 就是天主司义 但天主司义其实比较深的 比较深的 那么过去呢 有过一本药理了 但成绩不够理想 这个就是讲的 就是罗明天写过一本 我们不去说他了 我们不去说他 等一下会讲 那么他说 我此外还在翻译士书 还必须加短短的注释 那么脱天主的茫茫 我已经医好了三本了 第四本正在翻译 那么 据说他第四本后来也翻译完了 据说也翻译完了 那么是不是这样呢 到现在还是个谜 那么采用士书 主要是要把士书拿来作为语言教材 这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呢 还有一个原因 是跟耶稣会采用的适应政策有关 耶稣会想要在中国传教起的成功 有一个很重要的政策 就是适应政策 要适应中国的文化 因为中国文化 不是一种年代短的文化 不是一种很小的文化 而是一个博大精神的文化 你要让神学来基督教神学让中国人领会 就要用中国文化来进行解释跟复会 否则的话呢 中国人就接受不了 所以他们本来 罗明谦跟立马斗来到中国的时候 我们看到他都不是后来带儒冠的 有福祉的样子 他们刚进来的头四年 都是扮成和尚的样子 扮成和尚的样子 就是表示他们跟印度来的和尚是一样的 一样的 他以为佛教在中国有地位 所以要说我自己是和尚的 我来传教就有利 当然后来发现不利了 发现不利 因为佛教在中国地位不高 高的是儒教 是儒家的学术 所以他们就十年以后就改换儒装 带了一个儒冠 然后就要用儒家的最基本经典 想要在这里头 找一些跟基督教有关的东西 找一些跟基督教有关的东西 那么儒家经理很多的 把五经翻起来一看 看不懂的了 练不通的了 对吧 那么四书容易看 容易懂 所以他们自己也就花苦工 去钻研这些东西 去理解 从四书里头去理解儒家 理解儒家 所以四书当成他们理解儒家的 入门的书 那么对儒耶 建立儒教跟耶稣教的共同体 下面还会再稍微说一点 我们现在就不详细说 那么 四书做教材呢 不但是立马都这样做 立马都以外 其他方面的教 其他传教士也有四书方面的著作 到明清之际的时候 有一个很有名的叫安文师 安文师 他也说 他到中国来的时候 也待了一段时间以后呢 也无疑后面来的传教士 准备了一本四书 自己念了 自己给他加了注 给后来的传教士去读的 那么寄一个研究 专门研究立马都的一个专家 叫德里贤 是一个意大利的一个耶稣会士 他说呢 立马都1593年 就译完了四书当中的三种 就是大学 中庸和论语 到第二年呢 就立马都译完了孟子 打算寄一个副本呢 给这个耶稣会会长 叫阿贵瓦的 但是这个副本到底寄出没有 不知道 但是现在找不到 无论如何找不到 无论是立马都译的前面三本 或者后面译的一本 全部找不到 没有证明 所以我们只能存疑 实际上存在的四书一本呢 里头没有一个是立马都的一本 而以立马都一个人要译四本 恐怕是不容易的 是不是能够译得成是有问题的 是有问题的 那么德里贤这样讲呢 他是对立马都有很深的研究 那么对李贤的研究呢 是这样的书 三本三卷 这个只是其中的第二卷 我拿来给大家看一看 就是三卷很厚的 另外两本也有这么厚 三大卷完全是立马都的材料 跟立马都有关的传教材料 不过我是看不懂的 我估计在座呢 也没有几个人看得懂 因为这是意大利文写的 这是意大利文写的 这是1940年代的作品 我不知道 这个城市大家成立很晚 怎么竟然有这个书 除以我意料之外 除以我意料之外 但是里头当然有些插图 有些汉字 大家可以看懂 大部分是看不懂 但是到现在呢 没有人把它全文翻译出来 很可惜 因为中国的意大利文的 水平比较低 懂意大利文的人比较少 这很可惜 除了做教材以外 试书呢 是哪来作为 儒学跟基督教 有共同点的一种证明 有共同点的证明 那么我们从利马斗呢 给这个罗马耶稣会总会长写的封信呢 他到南昌了 这时候他来中国已经诗好几年了 他从赵庆到了韶关 广东北部 后来又从韶关到了南昌 到南昌 这就是他是1583年到的赵庆 这是1595年的写的信 就是十几年以后了 十几年以后 他到南昌 他给这个会长写信说 我们从他们的经里头 找到不少跟我们教育相吻合的地方 那么过去这些年呢 我由很好的老师给我讲解六经四书 知道比如说有一位天主 无一的天主 这样的概念 知道关于灵魂不灭 天堂不朽的思想 全都有 那么利马斗在中国 二十来年的时间 就是一直在找 用儒家的东西来解释基督教的神学 他认为必须要这样做 他们耶稣会式的传教才会成功 才会成功 当然他这个政策不一定得到很多人赞同 等一下我们会讲到这一点 但是利马斗是很聪明的 他知道认识到中国文化的深远 必须要这样做 不这样做就传教不成功 果然是如他所讲 那么利马斗甚至把西方的传教 比作中国的如 他就是要这样比赴的 他在天主思义里头 天主思义我们这里也有的 这本出版比较多的书 他说我们过去的上古也不止三教 也有很多教 也有非常多教 后来我如 其实就是说他们传教士 以正理变于 以善行默化 今为天主一教士从 就我们古代也有很多教 那大家知道西方当然古代也有很多教了 对吧 有很多教到后来慢慢慢慢都转到基督教来 都转到基督教来 那他说我如 其实他们传教士了 传教士 那么就信教的人 他比方成中国的如是如生 所以现在对于如 到底是教还是学说 现在一直有争议的 一直有讨论的 因为有人认为应该把儒家学说 看成是儒教 否则开世界宗教会议的时候 没有我们的份 没有我们的 佛教是外面来的 道教又理论又不大完善 对吧 那我们中国原来的教是什么呢 就把儒家当儒教 一直有人这样主张 其实呢 我个人是不同意把儒家当儒教 这个差别其实很大 那么利马逗呢 在天主思义里头就引用了很多的中国古代经典 就是四十五经里头的话 四十五经里头的话 来解释西方的教义 解释西方的教义 那么他特别注意中庸这篇 西方人注意到了 大学 轮椅孟子 这个神学的意味不重 就中庸这本书 可以复卫神学意味的地方很多 所以他们很注意中庸 而且小孩子念呢 也是中庸最难念 过去念四书啊 就是念大学 大学念要念轮椅 轮椅念要念孟子 最后才念中庸 中庸是比较难念的 他们就发现这个中庸啊 有一点神学的味道 有一点神学的味道 所以呢 他就在这个天主思义这本书里头啊 就讲了 他说我们的所谓天主啊 就是古代经书 你们中国的经书啊 所说的上帝 所以我们现在把上帝当成是 这基督教的上帝 这以为是外来的 其实不是 上帝是我们中国古代书里头的说法 说法 就是过去呢 上帝呢 有好几种 那么在汉代以前有四帝 有白帝 有青帝 有次帝 有黄帝 有黄帝 到后来汉代又加了一个 有五帝 一共有五帝 所以中国人过去对神的概念 就是上帝的概念 那么地上的黄帝呢 跟上面的黄帝呢 就是有父子的关系 所以呢 底下的黄帝就叫天子啊 天上的黄帝呢 就叫上帝 这是中国原有的概念 上帝 后来呢 就拿这个概念来 称 这个 耶和华 称耶和华 先基督教的最高神 基督教最高神 那么他就注意到了 这个 这个黄帝这个人 念书是很用功的 念书很用功 他就注意到了 中庸里头的影啊 孔子的话说 交涉之礼 以示上帝 交涉之礼 上帝 这个过去啊 这个汉代的时候 有一个交涉之礼 交是什么意思呢 交就是祭拜上帝 就是在城市的外面 交外 建立一些祭坛 来祭拜上帝 这叫交涉 这叫交涉 交涉之礼 所以示上帝 这叫交涉 交涉 那么 朱席呢 是在住这个 这个中庸的啦 那么他住到这句话的时候 朱席就住了 说这个交涉之礼啊 只是上帝啊 以示上帝 他说 没有说要示后土 上帝是在天上的了 那么不但要祭天 还要祭地了 对吧 为什么不说祭后土呢 为什么不 而且汉代的交涉 有祭天的祭坛 也有祭地的地坛 那么为什么不言后土 省文也 省文也 他就是 这个就是朱喜的 知道这里 就是说这个中庸里头 说孔子讲的 交涉之礼 以示上帝也 到朱喜就说 不言后土 则省文也 这孔子为什么 只说上帝 不讲后土 皇天后土嘛 对吧 大家知道 为什么不讲后土呢 省掉了 就把上帝 代表所有的神 代表所有的神 这底下就是 这个自己讲的话 立马自己讲的话 且以众尼明一枝 以不可无诱 何读省文乎 他说 孔夫子 就是孔众尼 明明是说一个 为什么呢 因为不能有两个 这天主教 神就是一 对吧 不能多神的 中国这个接受的佛教 是多神的 中国的道教 自己也是多神的 但基督教是一神的 对吧 唯一的真神 唯一的真神 那么 他说孔老夫子 为什么这么讲呢 明明是说一 就是不可以为二 不是省文 根本不是省文 他就强调 其实中庸里头 讲的这个义士 就跟我们基督教 是一样的 强调一神 唯一的天神 所以这个立马头 这个人是很聪明的 他就是要把 中国的经典 来传播 他们的基督教义 所以他认为 朱喜这个话 都不对的 所以说 你看 从外面来的人 朱喜这样大的 学问家 都可以说朱喜不对 这是很不容易的 这是什么 不是念得很深的人 他不敢这样讲的 中国书念得很深了 他这个这本书里头呢 以后又引亚颂 亚颂就是诗经 诗经有亚颂风 对吧 郭峰三部分 引义经 引礼记 引书经 都引道 都引道 他在书念的很多的 武经虽然难读 但是他要读的 他要读的 无论他怎么引 他看了书以后 他从一开始 就反对朱喜 就反对朱喜 明确反对 以理作为本体 理学的本体就是理 认为没有天地 以前就有理这个东西 他认为不对 他认为不对 完全反对朱喜 对中庸的解释 那么耶稣会士 不喜欢理学 跟他们的自然神学 观念是有关系的 所以这个自然神学 就是跟自然科学 发展是不相冲突的 为什么很多人说 这个基督教 为什么在那边 宣传神学 为什么西方科学 又能发展 其实很多人 就没注意到 基督教跟神学 这个自然神学 跟科学发展 有相冲的地方 不是相冲突的地方 西方很多科学家 很大的科学家 到后来都是信基督教 就是这个道理 有相冲的地方 有相冲的地方 所以耶稣会士 他不喜欢理学 就是朱喜的理学 跟耶稣会士 提倡自然神学 跟科学精神有关 来到中国的 这些耶稣会士 都是念过大学的 都是很有学问的 有的甚至在自然科学 很有成就的一些人来的 那么宋代的理学 在明代已经受到挑战了 有些人不满意了 像王阳明 他就直接的跟朱喜 的理论就不对 不对 因为认为宋朝的这个理学 已经流入空书 讲空话了 而且受佛教影响很大 把那些佛教的概念 也引到儒家的概念流来 所以明代的一些儒家 开始不满 所以我说为什么 基督教传教士到中国来 机会很好呢 就是他们来的时候 正是中国人自己 也有些思想变化了 对新奴学 已经有人表示不满 表示不满 这个当然朱喜的协论 到了清代前加拿大 时期更受到一些 一些人的讨厌了 更受到一些人讨厌了 那么在明代的时候呢 也因为有中国人 有这样观点了 所以呢 像利马窦这样的人呢 对朱喜 对世俗的解释 也就不满意 也不满意 那么像利马窦这些人呢 就是想建立一个 能够把儒家的思想 或者是不管是儒家 只要跟他们符合 就是中国的固有的 学书思想跟基督教神学 能够建立一个联合体 建立一个共同体 这样来解释 那样的就使得中国文化呢 又能够让西方人理解 这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呢 又使西方的基督教神学 能够让中国人理解 所以一开始 他们去本来想用佛教做中介 穿着和尚的衣服 用佛教的鼠蚁的 到后来就不一样了 像罗宁坚就在 这个利马窦前面 写过一本天主实录 天主实录 天主实录呢 这个在 这个 这个城市大学图书馆也有 但是大家注意 这里的天主实录有两个版本 我注意比较两个版本 就发现这两个版本有不同 它原来万历年间呢 有一个名字 叫做什么呢 叫做新边西都国天主实录 就这个名字 新边西都国天主实录 为什么叫西都国呢 就是因为中国人的佛教 原来是天都来的 就是印度来的 印度不叫天都国吗 是从印度来的 所以呢 它其实第一本基督教的 药理书 它叫新边 为什么呢 因为如果你讲是西都国来的 印度来的 原来已经来了很多了 对吧 佛教来过很多了 所以它把这个叫做 自己叫做新边 其实它里头讲的根本不是 佛教的教育 是天主教的教育 但是它要挂上一个名字 让中国人认为它跟佛教是一样的 一样的 所以它这本书呢 名字是叫的不定的 一本书叫了三个名字 封面叫天子实录 目录前面叫做新边西都国天子实录 正文前面呢 写成新边天子实录 天主实录 本来就是第一本书 它叫新边 好像还有一本旧边 其实没有旧边的 它这个心就是对佛教来讲 所以一开始 它要以佛教的面貌出现 以佛教的面貌 这后来观测到了 佛教在中国地域不高 达官贵人 高级知识分子 并不以为这个佛教多厉害 所以就改弦异责 那么称自己是卢 转向卢学 转向卢学 所以后来呢 这个天主圣教实录 又出来了 不把天主实录呢 就是改成天主正教实录 但是它底下的庶名 改版了 底下的庶名 庶的时间 还是第一本书的万历年间 万历年间 这就有问题了 如果你不详细 比较两个版本的不一样 那就看不出问题来 但是它改了书的内容了 不改这个出版的时间 不改出版的时间 这里头就让人家 就是忘记前面那一版了 让人家忘记前面那一版 那么也变成 有一些新词产生了 比如原来写天的 后来第二本就在天堂了 原来写魂灵 后来就变成灵魂了 原来写成天人的 后来就变成天神了 变成天神了 有些变化 也就是说 他们从不认识中国经典 到认识中国经典 利用中国经典 是走过一个路长的 走过一个路长的 那么 利马窦这些人呢 认为 真神的概念 可以在儒家的经典里头看到 所以后来呢 有一些 他的后辈来了呢 也是这样 跟着利马窦的路去走 把古代这个的哲学 中国古代的哲学 跟他们长期打交道的 这些知识分子圈里头的 哲学相比较 认为 他们打交道的一些人的 一些哲学观念 是被歪曲了的 是受了诸息影响的 有些新儒学概念 跟中国古代儒学是不一样的 不一样的 所以他们呢 就完全要想拿中国原来古代的儒学 来解释基督教的教义 而不用新儒学来解释 那么这当然是 要比较大的功夫了 比较大的功夫 那么利马窦这个做法呢 使得 他们的传教在中国呢 比较有成就 而且呢 他也认为 他比某些中国人自己还要高明 他说你们中国人自己错了 你现在这个概念是有问题的 你这是受新儒学影响 中国古代儒学不是这个样子的 所以呢 朱喜这样对中文解释不对的 孔老夫子的意思 本来就不是这样的 他能够跟中国人 讨论起这个学问来 所以这很大的本事 但是1610年利马窦就死了 利马窦就死了 在中国待了28年又死了 既他地位的呢 是一个叫荣华民的 这个人就跟利马窦完全相反 他说如果按照利马窦 这样的传教方式啊 我们这个基督教的概念 改变了 要受影响了 要中国化了 就不是我们原来基督教的概念了 就不纯粹的 就不真实的 所以他完全反对利马窦的做法 完全反 因为什么呢 按照利马窦的做法 如果宣传中国人 告诉基督教 信基督教 天主教 就有两个事是一定不能做的 什么事呢 一个不能拜恐 第二个不能记住 不能记住 这是迷信呢 你只能信基督教无一的天神 你怎么又烧香跟孔老夫子叩头 那这孔老夫子不变成神了吗 对不对 你既然信了天主 你怎么可以这样呢 这是一个 另外呢 你们还要给你们的祖宗祭 也要叩头 对吧 也要烧香点足 那么这也 你的祖宗不也是神了吗 对不对 那你到底是提醒天主 还是信你 信你原来的宗教 所以按照龙华明这一派 他就坚决不准中国人 你要信天主 你就不要信 这个不要拜恐 不要记住 但是中国人这两点做不到的 绝对做不到 你是要科技的吧 你是要 你是要考考考考考 要进过了才能当官的吧 那么哪一个人要科技 可以不不拜孔子的 不可能的呀 一定要给孔子烧香的呀 一当学生就要给孔子叩头的呀 对吧 这是一个 另外中国的制度 是一定是要讲孝道的 哪里能够不记自己的祖宗 哪里能够忘记自己的祖宗 对吧 那么我下一讲 还要讲这个 这个康熙的圣誉 第一条就是要孝 第一条就是要孝 怎么可以不记自己的祖宗 不行的 那么龙华民就认为 这两可不可并存 你要不要做田主教徒 要么你还做 你中国的原来的 信的那个奴家那一套 但是呢 立马都有一个办法 他认为那个不是迷信 他把季孔跟季主 当是什么 理 他用这个方法来解释 说这个是中国的理 是中国的理 理要求要这样做 这不是迷信 本来这蛮好 对吧 因为你如果要中国人 非要不记祖 不拜恐 才能信天主 结果很少人独教 很少人独教 那么立马都有这样的做法 就是要有一种弹性 对吧 这样中国人又信天主了 又不违背他的礼仪 这不是蛮好吗 但是呢 后面有一个 这个耶稣会的头头 在中国的这个头头 龙华民就反对 不同的这个看法 他说中国古代的圣贤呢 就是本来就是无神论的 本来就不是有神论 他们就是无神论 孔老夫子 就是 这个只不与怪力乱神的 对吧 只不与怪力 孔老夫子不讲怪力乱神的 那么 这个讲到神的时候 他就避开 既在如神在 这样对吧 用这种话来避开的 他说这个 中国的古代圣贤呢 本来就是无神论的 跟新奴家一样 跟新奴家是一样的 并不是新奴家 才把它改造成 这个有神的 改造成无神的 就是本来 中国的圣贤就是无神 就是无神 所以呢 中国的祭祖跟尊孔 都是迷信 都是迷信 那么在中国还有其他传教 到了龙华民这时候 其他传教士也进来了 像方济各会 主要是在福建传教 他们主要不在知识分子 在一些下层的民众里头传 那么他们呢 方济各会 多民我会 就很支持 龙华民这个看法 那么信天主就不能记住 就不能尊孔 所以想了很多办法 很多人想要变通 要隆拉这两个 又要能够信天主 又要能够记住 隆拉想了很多办法 想了很多办法 而且呢 这个争论呢 也争论了一百年之久 一百年之久 一直没办法解决 这个就是有名的 中国礼仪之争 中国礼仪之争 就是这个中国礼仪之争 也是一个很大的题目 到现在西方人 中国人还在研究 那文件是多得不得了 文件多得不得了 争了一百年 争了一百年后 耶稣会自己解散为止 分裂 分裂 到一七七三年 耶稣会解散 到现在还有耶稣会 后来再恢复 后来再恢复 那么在这个礼仪之争当中 清代以后来到中国的一些 耶稣会是 像我们底下会 老师提到一个 英多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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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他的一些同事 就跟利玛窦是一起的 跟利玛窦一起的 那么接受古典儒学 是有神学意味的 只有新儒学 没有神学意味 这样的说法 这样的说法 那么他们这些人 就是十七世纪来中国的 就是清代初年来的 也都是受到高等教育的精英 所以在哲学方面 跟神学方面 都受到很好的训练 很好训练 但是呢 他们呢 本来可以很好去研究新儒家 去看看新儒家 是不是真的 真的就是 跟这个古圣贤 有不同的地方 就是古圣贤呢 是有神论 新儒家是无神论 可以很好去研究的 但是 他们没有那么个精力去研究 因为 要研究这个呢 就要研究新儒学的 新儒家很多著作 那么几千页的那些书 宋代以来好多 他们哪里有精力去研究了 而只要中文很好 才能研究 而他们主要是要传教 只要怎么传教 你们只要信教就行了 其他的 我给你们说多道理 我也说不出来 只要你们相信 中国古代知学 是有神的 你们应该信神 你们能够听到这个就够了 就够了 而且他们不去认真地研究新儒学 不去讲太多的道理 也是因为那些 信奉新儒学的人 老是看不起他们 所以你们这个经典也不懂 周顿仪也不懂 成一成号的东西也不懂 你们来跟我们谈什么 看不起他们 他们就很恨 晓得吗 他们很恨 所以他们其实也就没有花很多时间 去研究新儒学的 但是呢 也学了一些 也学了一些 那么 中国人对于 《立马逗天主思义》这本书还是重视的 所以《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也说到这本书 说到这本书 那么 这个 对于《立马逗天主思义》的这本书分析来大体上是差不多的 那么 有这么一句话 他说《天主思义》《立马逗天主思义》这本书啊 他的主要意识在什么呢 使人遵信天主以行其教 他的目的就在这样 但是呢 又知道儒教不供 不供 就儒是不可供的 那么就父慧六经当中的上帝之说 来和天主 来和天主 只是供失事以求胜 就是去供佛教 他们这个天主教传教士知道 这个儒家这个学说这么深厚 打不赢的 打不赢的 我只能来复贿 说我基督教神学跟你儒家有相像地方 复贿 那么能够供的是什么呢 是佛家的学说 所以在晚明啊 这些传教士曾经跟那些和尚 有名的和尚有过辩论 有过辩论 很好玩的那些辩论 那也是一桩公案 也是一桩 也讨论了好久 也讨论了很久 那么这些基督教在晚明所写的书呢 大部分都在江南最多 刘传的最多 刘传的最多 是世库全书你都收的这些书呢 多半都是两江总督这些地方 这个进线到中央去的 好那么我们呢 这个讲这个世书 为什么这个西方传教士会注意翻译 主要是两方面的原因 一方面要作为教材 一方面呢 要从神学的目的出发 从传教的目的出发 主要是这两方面的目的 好那我们现在来接着来讲 具体的世书的翻译过程 我们说过 丽玛豆说他已经翻译有三种了 翻译有三种 这个呢 德里贤神父呢 研究出来呢 他四种都翻译了 那我们来看看 这个具体呢 存在的 现存的 有哪一些翻译出来的世书版本 丽玛豆我们没办法找到 一点都没办法找到 我们能够找到的呢 最先呢 是罗明坚的片段翻译 而且这个片段翻译 发现不久啊 1979年才有人写文章 说注意到罗明坚的片段翻译 过去都不知道罗明坚的片段翻译 罗明坚这个人的光芒啊 被这个丽玛豆给盖住了 因为丽玛豆在中国待了很长时间 罗明坚待的时间比较短 待了几年以后 他就回到这个 这个意大利去了 他要神求这个罗马教廷来对 这个在中国传教事业的支持 但是一回去就没有回来了 回去就没有回来了 那么90年代 就是上一世纪90年代 意大利很注意注意罗明坚的一些成绩 后来呢 有人就发现了 这个罗明坚有翻译诗书 而且还发现罗明坚呢 有一本地图 画了中国的地图 很大一本 意大利把它印出来了 这本书好像这里没有 但是这个香港科技大学图书馆有 一本很大的中国地图 所以罗明坚做了很多事 而且罗明坚还写了一些中国诗 中国的诗 那是不是真的他写的 当然也是在研究的文章 也是研究内容 但是罗明坚因为过去 被立马都盖住了 不大注意 那么这一二十年来 很受人注意的 那么1593年 在欧洲曾经出版过一本书 出版过一本书 这本书的名字 因为这个 这个接触 就是这个名字 大家看看就是 因为都是拉丁文 拉丁文我是不识的 不知道诸有没有识的 这个拉丁文就在西方 也很多人是不识的 就研究这个时候 那拉丁文也要请专门的 拉丁文的先生来给他解释的 那么过去的书名都很长的了 在罗马出的 1593年出的这么长 这么长 那么其实是一本北科全书的东西 那么里头这个编的人 就是这个 叫做安东尼奥这个人 安东尼奥这个人 那么他是 想要在里头介绍一下 中国的经典 所以跟罗明坚要一个 说你到了中国 你有没有 这个能不能介绍一下 中国的经典 他呢 罗明坚就翻译了 大学里头的一部分 那么 这里头就要提到 罗明坚要翻译大学的一部分 那么罗明坚到底汉语水平怎么样 没有人知道 他曾经说过 自己认的15000字 那这肯定吹牛 因为能够练过很多书 能够认15000字的人 是非常之少的啦 一般人都是认几千字 我相信在座的同学们 最多是认几千字 一万字认不大道的 一万字认不大道的 有一些教授吧 可能可以认到一万字 那么罗明坚呢 从外过来 他认15000字 不大可能的 因为他可能是 把一些议题字 也当成好几个字 一个字 其实他当成好几个字来认 可能是这样 他们当时对中国的 估计都太多 以为中国的字有 有好多 有什么七八万 上十万那么多 所以他以为自己 认15000字 那么耶稣会是 这个范里安 是派罗明坚来中国传教的 来学习中文的 那么后来他听说 这罗明坚要翻试书了 要在欧洲出版了 他很紧张 因为他不相信 罗明坚中文很好 他怕翻译出来了 要是不好 丢脸 丢耶稣会的事的脸 你看 丢天主教传教士的脸 所以 就是阻止 罗明坚的书 翻译的事书出版 出版 但是呢 他没有 没有完全阻止成功 罗明坚呢 还是一个片段 放在这个安东六边的 一本书里头 边的边 就是一本百科全书里头 那么 如果按照我刚才所讲的 诸子讲大学奉一经传 那经的部分 只有两百零五个字了 就是孔子说的 曾子来细说的 那么传到 十部分传 是一千五百四十六个字 那么罗明坚翻译的是什么呢 就是两百零五个字的前半段 前半段 一百零六个字 仅仅翻译了一百零六个中国字 就是大学之道 再明明得 再清明 这个字是很麻烦的 这个字看起来是清 念起来要是心 到底这个字是亲还是心呢 是一直在中国争论的好长时间 好长时间 朱喜说这个字是心 写成亲是错的 然后到了明代的王安明 是跟他对着干的 跟他相反的 这个字是亲不是心 这个在中国是打架打了很久 我们不就管他了 在心明在子一至善 然后知子而后有定 定而后能静 你看这个话都是连在一起的 一串一串的 跟葡萄一样的 定而能静 静而后能安 安和后能律 律而后能得 物有本摩 事有宗史 知所先后 则尽道已 那么底下这个就是我们刚才已经引的了 古之 亦明明得 亦天下者 先至其国 到自知 在格乌 一共一百零六个字 他就把一百零六个字 一成 拉丁文 拉丁文 那么这是不容易的 从来在罗民圈 已经没有一个人翻译 怎么样理解这个意思 怎么又翻译成能够让欧洲人来理解这个意思 这是很困难的 那么现在来分析 我也很困难 因为我不懂拉丁文 那么 我看了一些文章来理解的 有一篇文章写得非常好 他也不懂拉丁文 那个人是一个 也是一个西洋人 但是他自己也不懂拉丁文 他呢 在译的时候 在看罗民圈 到底译得好不好 他请教了懂拉丁文的人 真的要懂拉丁文的人 那么他要以大学之道 再明明的第一句话 对吧 首先就一大学是什么意思的 大学什么意思的 这个就首先就要翻译的了 那么这大学翻译的是比较不容易的 不是现在这个university了 对不对 不是这个大学 那么大学怎么译呢 那么现在一般是译为什么 great learning great learning 那么在中国的大学 一般是被人家理解成成能 或者大能 就达官贵人的学校 认为他们西方认为 中国人有这样理解的 那么 罗民坚是译为什么呢 译为这句话 当然这个字 有些大家可以猜得出来了 human就是人的意思了 human人的意思 那意思就是教育人的正确方法 底下那句就是英文 翻译上面拉丁文的 right way to teach to teach human beings 就是教育人的正确方法 这就是大学 大学的意思 那么他是这样 后来耶稣会是不断的一 不断的翻译 你个人个人 对大学的一法不一样 他这个 有人认为说 这样一笔 比后来的耶稣会是的一者 更接近这个 今天的great learning的意思 那么后面的英托哲 跟其他合作者 意识到这个问题 那么 他们也另外有翻译 翻译都是拉丁 我们不去看他了 不去看他了 我们知道这个意思就行了 那么明明德 其实大学知道 在明明德 那么明明德 中国人你随便叫明明德 什么意思 很难讲的 在明明德 什么意思 是明明德 还是明明德 我看很多人 闹不清楚 怎么念 那么在中文里头 它也是个不容易的词 那么罗明间 就很巧妙的 引入教义 基督教义的用语 就是暗含着 这个启示之光的意思 就是revelation 跟revelation有关系 大家知道 这个新约最后一件 就是启示录 启示录 那么他有意的 就把明明德 一层 跟这个启示之光 是相像的意思 相像的意思 那么所谓罗明间 这个翻译 被发现很重要 就在罗明间的手上 已经把儒家的经典 附上神学的味道 不是立马都才开始的 立马都只是更发展 只是更发展 当然这样的翻译 是有点问题的 就是跟上下文 就脱离了关系的 跟上下文脱离了关系的 那么第三个问题 就是清跟新的问题 我们不去说它了 这个是中国自己的争论 都有问题的 都有问题的 这是很专门的 那么第二段呢 是说物有本末 事有忠实 这个呢 也不大好翻译 不大好翻译 那么另外第五呢 就是歌污字之 这个成语 这个歌污字之 这个成语 它一成这样一句话 我们不去管它了 那么这个成语呢 后面在欧洲 在介绍中国知识史的时候 不断被讨论和翻译 因为歌污字之 这个观念是非常重要 很多人认为 这个就是有西方的 科学精神的一种意思 歌污字之 为什么呢 这两个 这个四个字 又可以简写成两个字 大家知道吗 叫做歌字 叫做歌字 那么歌字呢 后来曾经一度被拿来翻译什么呢 physics physics 就是物理学 物理学 就是把物理学一成歌字学 一开始的时候 中国人物理学没有这个东西 就把它一成歌字学 歌字学就是从歌污字之来的 歌污字的 就是我歌了 我去研究这个物体了 我才东西了 我才知道这个 这个背后的原因 知道这个发展的道理 所以歌污字之 在西方看来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 历来翻译成 很多很多种样式 那么罗明坚的手稿呢 他这个是第一个翻译 第一个翻译歌污字之 这很重要的一个概念 所以大学的篇幅虽然短 里头包含很多的重要的观念 那么这个翻译呢 是让读者呢 有深刻的印象的 那么起码有三方面的印象 就是这个书啊 可能是一个知道 中国人哪来教育用的书 告诉你应该怎么怎么做 你要正心诚意 对吧 修身齐家自国平天下 对不对 教育你应该怎么做 那么他传递的信息呢 是道德跟政治不能格列的 这个信息 中国人政治是跟道德是结合在一起的 当然呢 其实如果搞政治是没有道德的 对不对 搞到搞政治你要有道德 你就自己下台 别人上台 对吧 那么中国的教导不是这样 就认为你搞政治一定要有道德 你不能霸道 一定要王道 一定要王道 那么第二呢 就是文本的结构呢 这个因为他有假设的链 对不对 应该怎么样才能怎么样 应该怎么样才能怎样 这是一个假设链 而且这个信息是重复的 不断的一环挂一环的 但是欧洲人这种表现 是不是可能比较少 所以觉得可能欧洲人会觉得很古怪 很奇怪 第三呢 会让读者震动跟惊奇的 就是这个道德政治关系的表述呢 最终表述成一个什么呢 研究事物的性质和原因 就变成歌污自知了 其实那是在讲道德跟政治问题 变成呢 最终归回到歌污自知方面去 你要去追寻一个事物的性质 跟背后的原因 你才能知道你怎么搞政治 怎么样维持你的道德 而这欧洲人看来其实不能理解 这个歌污自知 这个是像是科学吧 对吧 那么政治呢根本就跟科学没有关系的了 对吧 政治是人文方面的东西 社会方面的东西的 那中国人怎么把这两个搞在一起的 这个对我来讲是很不能理解的 很特别的东西 这个我们不去详细说他了 这个欧洲人对中国人这个是没办法比较难以理解的 但是呢 这个呢 就是这个翻译呢 使得欧洲人呢 头一次接触了中国人的概念 中国人概念 那么几个世纪以来 大学呢被一层各种欧洲语言不下二十来次 就是不断的翻译 不断翻译 那么大概欧洲人翻译中国的经典翻译的最多的是老子 老子 那么老子大概是过两过几年就有一本出来 过几年就有一本 为什么呢 因为孔老夫子那些话呢 大家说了翻译过几年还是明白的 这个老子这个话就很难了 道可道非常道 明可明非常明 这一开始就让你糊涂了 对不对 这道可道非常道什么意思 明可明非常明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就一开始就让外国人糊涂 所以外国人就特别感兴趣 这我怎么怎么看也看不明白呢 所以张三就来翻译一下我的理解 李氏又来翻译一下我的理解 所以老子的翻译是最多的 老子翻译最多的 当然他们也知道 这个道家经典在中国不是最重要的 但是他们最觉得神秘 最觉得神秘 神秘离奇的东西 总是让人家觉得这个好玩奇怪的 像现在青藏铁路通车了 很多人就担心 这个西藏文化神秘性以后就没有了 那怎么办 很糟糕的 对吧 有人提出要建立一个什么西藏文化保护区 把它保护起来 这简直荒唐的很 这个东西 这一种文化又不是像一种动物 可以把它圈养起来 像一种植物 可以把它放在温室里头的 这个文化总要变迁 总要发展 我们汉人自己发展了 不要人家发展了 这个有很多人很奇怪的想法的 这个文化变迁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过程 它一定要发生变迁 就中国文化跟西方文化也是这样 总要接触 接触了以后总要发生变化 我们要受他们影响 他们要受我们影响 这是肯定的 但是有的时候他们受我们影响多一些 有的时候我们受他们影响多一些 我们现在 我说两千年以前 我们就福福其色的了 两千年以前 我们就不额观 不戴了 戴得那么高的帽子 系统很大的袋子 根本就没有了 我们现在还老要人家保留神秘文化 怎么可能的 对吧 不可能的 那么 几个世纪以来大学被翻译成很多欧洲语言 那么而且包括在一些教科书里头 标准教科书里头 就是教外国学生的那些教科书里头都有这个大学的翻译 所以西洋的学生也很熟的 但是很多人不知道 最早的翻译就是罗明健的翻译 罗明健的翻译 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 当然对于这个大学的这个东西 后来一直到这个国民党也还在弄 还有人就一直到刘少奇 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里头 前面的一版都还有 后来才删掉 删掉 所以后来刘少奇受到批判也是这样 所以你这个是论共产党也希望 你还去把儒家的那些 那些封建的学生放在你头 挨的批判也是这个道理 有人把歌乌自知跟毛主席 后来拿的这个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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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实事求是哪来对比了 毛主席就就不讲了儒家那些东西 他实事求是你都是汉书出来的 我们不去说他了 然后我们在晚年肯定有很多翻译 这个世书的东西 但是我们现在一种也找不到了 一种也找不到了 就是只找得到一种 这个这个罗明健的片段翻译 而找到罗明健片段翻译的是个丹麦的学者 很厉害 他的本行是医生 本行是医生 后来变成搞历史的 搞历史的 他很有成绩 很有成绩 就发现这个了 接下来我们要说的呢 就是说到清朝了 到清朝的翻译了 从1662年 到1711年当中 有四种不同版别的世书的拉丁文译本出版 有这么四种东西出版 其中第一种 1662年出版的 在江西建昌 江西的建昌恐怕没有人知道这个地方 在江西的东部一个县城 但是在清朝的时候 耶稣会是在那边是有很大的势力的 很大势力的 现在到建昌一看 没有遗迹的 一点遗迹都没留下来 但是当时在那边是很重要的耶稣会的一个据点 一个据点 那么这里头呢 有一个很重要的人物 在那边传教的 曾经在那边传教的 这个就叫 英多泽 就是这个人 大家看 这个 后面他这个名字 大概就 大概 就翻译成中文 就跟英多泽 英是靠近的 跟英多泽是靠近的 那么他 跟其他一些人 就翻译了大学的权益 大学的权益 全部译出来了 伦理的一部分 翻译出来了 翻译出来了 那么 这个 组成一本书 这个组成一本书呢 前面这个就是智慧 后面这个心理卡 大家可以看 心理卡就是中国 拉丁文在中国 前面这个 这个自己的智慧 所以用英文写的 写出来就是 Western from China 就是中国的智慧 那么这个课本 当然现在是很珍贵的 有人详细去看到 这个课本 研究 93页的一个本子 1页的续 里头2页 孔子的传记 14页是 大学的翻译 还有76页 是论语的 头五节的翻译 论语的头五节翻译 这是 录了清朝以后第一个译本 第一个译本 第二个译本呢 是1667年和1669年 在广州跟 果阿 就是在印度的西安 就是 大家知道 就是葡萄牙人到 印度 印度来 立脚跟的地方 原来 澳门没有教区 中国没有教区的时候 果阿就是东方的 总教区 东方天主教的 总教区 那么 第二种呢 就是印度泽 等人翻译的 中庸的翻译本 中庸是难翻译的 难翻译的 那么这个就是 中国的政治道德知识 中国人的 政治道德知识 这是把中庸翻译出来的 中庸翻译出来的 这个可以看出来 中国的 政治的 道德的 拉丁文也可以猜出来 这个 学问 这个跟 Science是 同一个持根的 这个拉丁文本呢 后来在 三年以后 就被译成法文 就被译成法文 这法文大家认识的 就比较多了 他也不是单独的 就是包含在 有一个人编的 旅行文学集团里头 旅行文学集团里头 好 第三种 是1687年 在巴黎出版的 有四个人署名的 那么这个 西方传教士取的名字 都是 很那个的 都是很雅的 很雅 印多泽恩里格鲁日满 波映里 我这里只把 波映里这个人写出来 因为波映里这个人 在天主教 来中国的历史上面 传教史上面 有很重要的地位 这个一本就非常重要 第三种 就是孔夫子 中国的哲学家 孔夫子 中国的哲学家 这是第三本 这也是过了几年 这个书就被选语成英文了 这是第三种 那大家看 这个翻译呢 到现在呢 就是还没有全部译 到了这个地方了 第四种了 171年在布拉格 由魏方纪这个人 才译了六经 那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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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就是 中华帝国的六经 这是拉 拉丁文的六 跟英文的六 差一点 这不要 这不要看错了 这个字 那么 这个 这个 这个魏方纪啊 这个 这个 上面应该有两点 这个 这个电脑打不出来 NO E上面应该有两点 这个六经是什么呢 六经呢 就是 全部译出来的 世书 全部译出来的 世书了 那么 再加上一个 孝经 因为中国人讲 孝道的 再加上一个 诸喜的小学 那么 现在很多人 不去看元书 以为六经里头 有一个是三字经 那是 那是错了 根本没有 不是 是小学 所以在这一百年间 从 罗明间 翻译片段 到 魏方纪 翻译六经 一百多年间 四书才翻译完成 上面这个书呢 第三版的这个书呢 四个人合议的这个 这本书很精彩 但是只译了 大学 中庸 论语 全部译了 孟子没有 他说以后 我们希望能够 把孟子译出来 那么大家知道 大学篇幅是很短的 中庸就长一些的 论语呢 就比大学 跟中庸加起来还多 那么孟子更大 孟子就比 大学 加中庸 加论语 三种加起来还要多 所以孟子是最后译的 因为他的篇幅很大 因为他的篇幅很大 所以这四个版本呢 是一种一种增加的 先译大学 然后再译大学跟轮语的一部分 然后再译中庸 然后呢 大学轮语中庸一起译出来 最后才全部译出来 走了一百年多一点 才把试书全部翻译完 所以 我们可以看到 立马都翻译 在十几年当中 想要翻译试书完 不大可能的 不大可能 不大可能 所以就是 我们没有找到这个书了 立马都翻译书 也知道 不大可能 不大可能 这么多人 和在一起翻译 都花了一百多年时间 才能慢慢翻译成 所以翻译试书呢 是一个很长的历程 那么这当中 当然英多则是一个关键人物了 这个人是很特别的 这个人 大概是很聪明的人 但是呢 其实中文又不一定好 我们等一下还要说 这个人是一个西西里人 不过不是黑手党 那么在 这个翻译当中 一直有改进的过程 一直有改进过程 那么这改进的过程 是没办法讲的 我自己看起来也很吃力 因为什么 都是解释拉丁文跟英文 跟中文的这样的对照 所以我们不去说它 把它省掉 相当之吃力 但是显示出 它一直有改进 那么第六方面呢 世俗翻译当中 我们提一句 对张居正的肢解 他充分的利用 张居正是什么人呢 就是万历皇帝的首相 大家知道明朝没有首相的了 但是呢 有一个名字叫首府 首府就是相当于过去的首相 就是因为朱元璋 把他的首相给杀了 宰相给杀了 并且下令 以后不准再是首相 不准再是首相 他皇帝自己就 兼首相 不要有首相来钻权 就是像现在美国总统内阁一样的 美国是没有总理的 对吧 总统底下就是割部了 那么朱元璋就建立一个这样的制度 皇帝直接控制六部 不要宰相来分他的权 这个皇权专制到了最高的水平 但实际上皇帝不可能管那么多事 所以就有一些 有一些人来帮助皇帝做事 组织了一些内阁成员 这些内阁成员是好几个人组成 其中有一个是最主要叫做首府 辅助的辅 叫首府 那么张居正呢 就是万立皇帝的时候做首府 那他也是万立皇帝的老师 那么他为了做什么呢 给万立皇帝讲四书 就写了一本书叫四书直解 直解的意思是什么 就是白话讲 讲解 叫做直解 白话直解 那么张居正的这个白话直解呢 其实是在朱喜的基础上 在更白话的解释 但是里头表现出来的一点点 跟朱喜的看法不一样 他对新入学不大同意的 这个传教师眼睛很厉害的 注意到了 就把这个夸张了 认为这个张居正这个看法 跟朱喜是不一样的 所以呢 就把张居正的肢解呢 夸张了 放在他们所翻译的书里头 用解说的办法 把张居正的肢解写上去 那么张居正的肢解呢 在西方就很注意到 在中部基本上没有人注意到 没有人注意 尤其近代的研究家 基本没注意到 但是最近呢 已经开始有人注意了 那么张居正当然给皇帝 写了两本 两本书了 不止两本 这两本 一本是地建图说 就是皇帝应该怎么做 因为他万里皇帝 还是十岁的孩子 他告诉大家应该怎么做皇帝 一本就是世书极解 那么这个呢 就是 这两个书 这两个书 在这个城市大学都有的 都有的 那么万里 张居正过去不大有人注意的 就是梁启超认为 他是中国的六大政治家之一 把他提出来了 所以以后就注意 梁启超的功劳是很大 郑和过去也不大有人注意的 这个祖国的伟大航海家 这个是梁启超先提出来的 所以呢 大家就注意了 这一百年前提出来的 所以梁启超是很厉害的 张居正他一提出来 以后大家就注意了 过去不是很多人注意 那么这个我们也不去详细说 他怎么利用 那么我们再讲一下 西伊四书的作用 西伊四书的作用是在于什么呢 这就是一个很重要的文化交流 很重要文化交流 就是让西方世界 首次知道了中国的学问 到底是什么 因为西方世界 他知道自己的学问来源 希腊 罗马 他们都有很多古贤圣者 很厉害 对吧 知道他们亚里苏德是怎么样的 对啊 知道柏拉图怎么样 知道苏格大帝怎么样的 那么东方有没有这些圣贤呢 这个翻译就让他们知道 原来东方也有东方的圣贤 那么东方的圣贤 他们讲的是什么道理呢 就从四书里头 让他们知道 东方圣贤知道是什么道理 所以呢 结果呢 就始终西方人 一开始对中国非常之羡慕 认为中国的政治制度好 认为中国制度的制度好 那么认为欧洲应该学习中国的政治制度 中国政治制度 所以引起了有一波就是清华一股中国热 曾经有一股中国热 这是一方面 那么这就是怎么样引起一个中国热 这就是另外一个专题的 我们不去说它了 第二个很重要的 这些一百年的世书翻译 就作为以后对于中国经典翻译的参考 那么后来到了十九世纪 中国经典又再一次有翻译的高潮 是谁呢 就是这个人 就是翻译中国经典的 这个叫做李雅各 James Lick 这可能知道人比较多 因为这个人在香港待过 十九世纪的时候在香港待过 叫做李雅各 李雅各 那么不久有本李雅各的传记翻译了 可能今年或者明年会出版 那么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个人翻译了很多经典 那么前面只翻四书了 到了他五经都翻译了 很厉害的 那很难 那么他在翻译的时候 就参考前面耶稣会是有的翻译 耶稣会是有的翻译 所以他在这个注解里头 大家可以有个看到 他前面人到底是怎么翻译的 他有时候有在注解里头说明 所以两个很重要的作用 这个一百多年的翻译世俗 使得西方人认识到中国文化的精髓 儒学文化到底是什么样的 第一个 第二个呢 就是使得以后新教传教士 在翻译中国经典 有一个基础的依靠 这是两个最重要的 两个最重要 但是也留下谜团 留下谜团的主要是两点 传教士怎么会有能力翻译 哪里会有时间翻译 整天看见他们在传教 他们哪里来的时间翻译 这是一个 那么他们怎么有能力翻译 中国人读中国人自己的书都很苦的 对不对 要从小读起 那么他们这么来的时候都已经三十岁四十岁了 怎么能够能够能够弄好 怎么能够翻译 所以呢 对于这个就有个研究 就是在跨文化交流的前头就有跨语言的交流 就他们要先懂得中国语言 要先超越 实际上呢 这地球是很困难 所以这里头的背后情况我们已经不知道了 到底怎么翻译 但是有一点很重要 一定是有中国人在帮忙 只是中国人帮忙 没有文献可以体现出来 为什么我们知道呢 因为我经常提到的马里勋 罗伯特莫里勋那个人 他中文已经非常好了 做东印度公司的翻译了 他的薪水是从东印度公司翻译 哪来的 他做了那个英华词典六大卷 就是东印度公司给他出钱出的了 他已经那么好了 但是他一辈子有七个中国教师 一直在身边 从在伦敦的时候 就有龙山德做他的第一个教师 一直到大小时 边上都还有一个中国教师 中国文字是难得不得了的 难得不得了的 所以始终都有中国人在边上 但是他们到底传教士 跟中国人之间怎么互动 关系没有点资料 所以这是你无下的谜团 要是能够发掘出资料来 那么对于文化之间的 跨文化的研究 也是很有意思的 那么传教士 当然一开始 对中国语言的学习就很重要了 很重视的 但是再重视 中国文字也不是那么容易的 那么这个跨语言的过程 一直没有引起人注意 他们当时也不留下文献 回忆的时候稍微讲一下 比如说丁伟良 做过什么北京大学前身的 京师大学堂的总教系的 他也说过自己怎么样学的 自己怎么学的这个中文 他在林伯学的中文 那么林伯老师怎么教他 跟教罗明坚一样的 先要画图的 那么 这个比如说叫他一个跑字 就要跑给他看的 那样的 跑的气场去给他看 这一开始都是这样的 那么很好玩 但是没有人完全把 这个耶稣会式的这些东西 怎么样学中国话弄下来 这是很可惜的 但这当然也留下来一个 让我们研究的一个对象 那么康熙皇帝 就是很注意传教士的中文水平的 他要求要来北京的这些人 都一定要学好中国话 才能到北京来 到了北京发现 学不好中国话了 还不会讲了 回去 学好了再来 学好了再来 所以要求水平很高的 那么 当然在他这个时代呢 因为我说过了 正好 法国派来的这些传教士 都很厉害 五个过王的数学家 这过王就是路易十四 他们来就叫过王的数学家 来的这些人呢 都很聪明 尤其其中有个叫白晋的 就这个人 特别的聪明 这个叫 这个叫的 我们现在叫白了 应该叫博了 博静 为什么知道叫博静呢 正好 康熙的这个满文咒字里头 提到这个人的名字 有满文 满文的 满文是拼英文字 这个字是念博 如果写成汉字 我们就不知道念白晋还是博静了 是念博静 那么张成 这些人都比较厉害 张成我就上一次说了 就是去参加 这个中俄条约谈判的 中俄条约就是 尼部组条约谈判的 做翻译的这个张成 那么这些人就比较行 这些人就比较行 但是呢 康熙呢 还是认为他们不够 康熙认为他们不够 说你们这些传教士 对中国的文艺都不大懂 只有白晋还差不多 只有白晋还差不多 但是也不很精通 也不很精通 所以这个语言问题呢 是留下来谜团 让我们这个 研究的 那么这个英多泽这个人 我们来说一个小故事 就是英多泽这个人 1659年是跟魏宽国同事来的 我们不是说前面四书的翻译 都跟他 三本都跟他有关系吗 英多泽这个人 那么这个人呢 在蓝巡的时候呢 在杭州看到这个人了 康熙看到这个人了 那么这些传教士呢 跟后来的这个 这个马嘎 马嘎尔尼来见乾隆皇帝 是不一样的 他们见到皇帝是贵的 马嘎尼道见了乾隆 他是不贵的 就是因为有这个不贵 所以就 结果跟英国就没有 那个建立贸易关系了 他们很尊敬的 对康熙是贵的 那么在康熙 在杭州见到他们的时候 就问英多泽说 你认得中国字吗 这个英多泽就说 陈略认得不能多记 因为年老了 那么当时英多泽 已经六十四岁了 六十四岁 那么他来中国的时候呢 是三十四岁 来中国是三十四岁 白晋来华的时候呢 岁数也差不多 三十几岁 但是呢 大概白晋比英都在语言方面 更有才能 所以不但精通汉语和精通蛮语 两种都会 所以白晋能够用蛮语 教康熙皇帝 读几何 康熙皇帝这个人 对这个几何很感兴趣的 这个中国没有几何的 所以他对几何很感兴趣的 他用蛮语教他 用蛮语教他 那么不过 我们现在中国人 可能觉得蛮语难 其实用西方人来学 蛮语比汉语快 因为蛮语是拼音的 汉字不是拼音的 所以漫字反而难 所以可见有些传教士 有时候过了语言观 但是没有过文字观 那么有些人过语言观 可能过了方言的观 没有过这个观化的观 没有过观化的观 在福建传教的 可能只会讲福建话 而不会讲观话 一爬到皇帝面前 嘴巴一张又说不出话来了 所以离疑问题很冷闹的时候 福建教区的一个代目 就是巴黎外公传教士 一个叫延当的 就到康熙去见 到北京去见康熙了 那么他会讲闽南话 但是不会讲观话 还要另外一个传教士 法国人八多名做翻译 那么汉字基本上不识 康熙就问他 说我在义座后面 我的座位后面四个字 上面B上写四个字 你认得吗 他四个字认得一个 认得一个 康熙就笑话他了 他是你连中国的文理都不懂 你还要对中国人 记住跟拜恐 你乱谈什么事 对不对 你连汉字都都不懂 你怎么知道 中国人记住什么意思 怎么知道 中国人拜恐什么意思 你还来反对 对不对 你还跑到我这里来说 把他赶走 把他赶走 所以康熙皇帝是很厉害的 又要用这些传教士 发挥他们科学特长 那么要传教呢 他也睁一眼闭一眼 但是你要不照立马斗的规矩 又要传教 还要禁止中国人来拜恐跟祭祖 那你就滚蛋 你回到澳门去 所以呢 他就如果要留下来 你就写一张票 表示我永远不回到夕阳 我遵照立马斗规矩 那么传教士呢 学汉语的过程呢 我们不大不大知道 但是呢 从这些材料呢 我注意到有一些很零碎的材料 很零碎的材料 另外有一个过往的数学家里头 一个叫红落汉 也可以叫红落的 他是来到中国的时候 是最连长的 已经有44岁了 来中国一年多了 简单的后要还是相当吃力 那么康熙到南京的时候 看到他 问他多少岁 别人知道他中话讲不出的 赶快替他回到这四十有五 四十五岁了 康熙说要他自己讲 好 这个红落也知道 大概讲 讲讲得不好了 四十五也讲了 讲得不好 那么康熙 康熙就说他还学不来 还说不来 然后这以后 这个红落也始终没有写好中国话 所以从这个情况看来 传教士如何翻译四书 还是给我们留下谜团的 我们希望以后能够再发现的材料 能够解决这个问题 其实世界上还有很多图书馆 尤其欧洲有很多图书馆 你都还有各种各样的材料 不一定都看完 比如说黄蒂冈的图书馆 就不断的有些新材料出来 到三十年代还发现了很多材料 都写到这个书里头去 在这个书是四十年代的 到三十年代还发现一个重要材料 都到这个书里头去 所以我们希望以后能够有更多的材料 发现出来 能够能够解决我们这些谜团 这个谜团 最后再讲一点 就是以后到了清代了 最后一点 从四书的翻译 转入对其他中国经典的翻译 就四书翻译到1711年 就打上一个句号了 以后就转入一 有些传家是更深的 他要翻译五经了 那么要翻译其他子书了 儒家以外东西的 像老子我刚才说了 有的人要注意了 翻译老子了 这是一个 第二个呢 特别的是翻译易经 白晋就专门对付易经 对付了很久的时间 现在在这个耶稣会式的档案馆里头 还有一堆他的手稿在 现在很多学者在研究这些手稿 很难研究 那么他就在翻译易经 他认为四书已经不够 从中国比四书更古的经典 易经里头也许可以发现 跟基督教的教理有关的东西出来 他希望能发现 所以他研究易经很久 研究易经很久 那么为什么呢 这些传教士呢 已经跟立马斗那时候接触的人不一样 立马斗那时候接触的人什么 是知识分子 到了清代这些传教士接触了什么 宫廷 他们直接进入宫廷了 接触到皇帝了 那么他们的想法是要改变皇帝的信仰 然后全国人民都可以 跟着皇帝去信 皇帝哪有那么容易改变 中国的皇帝哪有那么容易改变 结果没有改变成功 但他们在这里头 就想要更深的 比前面的耶稣会人更深的 来研究中国更古的经典 所以就转入对易经的翻译 还有对卢穴也外翻译 四书的翻译就 打上个记号了 那么以后新的传教士 新教传教士一继续对四书 又有新的翻译 我们就不去说他了 好 我今天报告就在这里 谢谢大家 好了 我今天讲的太多时间了 看还有能力要提问 还可以提问 这个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但是过去一直只注意到19世纪以后 李雅各的这个James Liger的翻译 对前面这个事实翻译 过去一直没有人详细研究过 所以虽然重要 但是比较听起来比较枯燥 但是就是让我们知道 曾经 七方传教士曾经很努力的 翻译过我们的四书 成拉典文 成拉典文 好 如果没有问题 我们今天就到这里为止 好 再见